阿里山乡的台18线公路 在14号的凌晨发生了边坡滑落事故 造成了双向道路被阻断无法通行 紧急派员抢修 原本预计今天中午要抢通 但是上午在清理变道时 山区又下雨了 遭到巨石挡道 增加了抢通的困难度和危险性 最后终于在下午3点 抢通开放了单线双向通行 但大型车辆预计等到礼拜五才会开放 外首挖起崩落土石 还有一台就注力在摊方的土石堆上 只见旁边不断有石头落下 看起来相当显向缓身 嘉义县阿里山台18线 18.3公里处 14号清晨5点多发生边坡滑落事故 摊方面积大约有7000立方公尺 造成双向道路被土石掩埋 无法通行 公路总局立刻调派机具前往抢修 原定15号中午 抢通单线道供小行车通行 但早上清理便道时 山区下雨又遭巨石挡道 增加抢通难度和危险性 终于在下午3点时 抢通单线双向通行 为了配合抢修需求 现场施工管制才整点放行一次 大型车预计17号才会开放通行 工程人员研判可能是因近日霉雨 加上地震影响 造成山区土石松动导致贪方 不过幸好意外发生时 没有车辆经过 并没有人员伤亡 阿里山公务队呼吁民众 这几天应该避免上山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猜虫家宜报道